我为什么要离开玻利维亚来的时间不长 也就一个礼拜的时间吧 然后为什么这么急匆匆急忙忙的离开玻利维亚呢 当然也少不了 我背后的一些朋友和他们沟通和他们交流 再结合现实实际的情况 有这么几点吧 首先玻利维亚为什么先到这里来 第一呢 这一部国家是一个免签国 我到时候我单一个段子单独的讲 如果说你们要来玻利维亚 这里概率有多高 我待会给大家综合讲 那个设计的事比较麻烦 因为如果说有免签 有深根签证的就不过 但大部分都没有深根签 都是白本 那基本上可能还有一个困难呢 我先说一下我这一题 第一这二是免签 第二 欧巴多尔不好进 无论你从哪儿走 基本上它都会很容易卡你 特别是在土耳其 卡了一批中国人 现在都在土耳其机场睡觉 而且土耳其民间就有一个说法 土耳其留中国人 留七天 土耳其留七天 你到了土耳其就得留你七天 无论你什么签证 反正你在那儿 那个90天有效 你可以在那儿免签三十天 你就在那儿待着 因为你消费三十天 三十天之内可能能不能让你走呢 还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说从土耳其到极多也好 到玻璃威亚 只要是到南美的 你的签证上面没有深根签证 没有美签 没有一些发达国家签证 都很容易很难去上 即使有的话 也会有一点点困难 还有不会像正常人的东西 想象的那么简单 知道吧 这是一个 不要呢 我在网上来这之前呢 也看到过陆陆续续有人拍到了 萨尔维亚的 不是那个玻璃维亚的 你看我去了这几个玻璃 阿尔巴尼亚 萨尔维亚 波斯尼亚 然后玻璃维亚 这些都念得很像 所以我有时候可能脑说过嘴 我的脑转移不过来 有时候说话的人在想 我要怎么去说这件事情 毕竟没办法脑 有点笨啊 大家理解一下 因为毕竟这一块呢 波斯尼维亚对中国人是免签 但是我来这之前呢 看了好多视频 说这边的姑娘很漂亮 很热情 试试 结果呢 也确实如此 但是绝对没有像某些国家所讲的那样 多么多么的漂亮 多么多么的白 即使是有 很性感 很好 但是绝对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 为什么 整个国家基本上一大部分都处在一个高原的区域 你想想在一个高原的情况下 你的皮肤能白吗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去皮肤了 我想找一个 大家都知道我的愿望是想找一个媳妇 不论是找 肯定找一个自己喜欢的黄皮肚也好 白皮肚也好 还是黑皮肚 只要自己喜欢就行 然后发现 并不是像网络里面似的传声言之那样 就很好看 很热情 很白怎么样的 不是那么回事 有些人他是为了剥取流量 专门是找那些漂亮的 不好了他一点不拍 甚至把他剪辑掉 你看我的视频 就有可能说我跳前面的时候 是什么样 就什么样 他是黑的就是黑的 是白的就是白的 我不会说拿这个剧 我去流量 有时候偶尔我可能会跳皮一下 还故意拍一场 就像我在塞尔维亚一样 那好看的确实好看 那我就得要拍人家 但是我在这目前没 不能这么说 我怎么这 同样话不能这么说 说着这一点 就是我为什么不在这待呢 比方的拉巴斯 是吧 整个塞尔维亚的 包括比鲁克斯那一块 全部都是高原 海拔4000米以上 我现在这个小镇 总共就4万人 只有一个中国人 在这长度的 娶当地妻子的 只有一个中国人 你找到换钱都换不了 你关系不好 人家不收人民币 人家这东西干啥没有 人家在这七八年了 是吧 然后呢 这个海拔了也是4000米 我之前的视频 已经给大家看看了 潘山路 那个叫死亡公路 我操 那个海拔更高 那一块 我呢 是以前 我之前视频也讲过 因为有一次海拔去 咱们的甘肃 腿跟面条一样下住 让人家抬到床上 两天以后才起了床 我不能因为 我找老婆 然后把命丧在这个地方 首先这个 空这儿的那个环境呢 会让我的皮肤发黑 所以说这边的人 定不是完完全全的 都是白人 有吗 肯定是有的 可能是别的国家过来的 一小部分人 你不能在一个小概率当中 鸡蛋骨头里面 跳骨头 那可能就不符合我的概率 第一 皮肤让我容易变黑 对吧 第二 我的选择 第三 虽然它是西班牙语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里面的签证的事情 他给的签证的是30天 这30天之内呢 而且还不便宜 105美金 给你30天 你如果说出去了一次 你别想说 你到20天出去 你出去行 玩一圈 出去一次 回来 还得重新再接着办签证 你重新再花100多美金 这是一个问题 为什么说 我不知道这边中国人多不多 他们说中国人也不少 但是大部分都是中企 都是资金比较寻酷的 能够给你出的几钱 办这个居留卡 像我要是长期在里开 要么就一直担下去 90天内你可以待30天 30天到了 你就自动再去一次 30天可能要花点钱 这个我当时以后 我在当中讲 我已经大概了解一点了 所以说他的签证 不会像塞尔维亚一样 不会像博黑一样 你频繁进出 没人管你 进一天我也不管你 他这进去一次 再进去 进去一次出来一次 出来一次再进去 你就得重新办个签证 这一点让我真的是 无法接受 这是这样 然后为什么要去阿根廷呢 这取缘于我对金融的理解 有人说 全球现在三大货币贬值的国家 第一是阿根廷 之前韦内瑞拉就不说了 很多年前了 韦内瑞拉 土耳其 俄罗斯 然后阿根廷 这几个排名的国家 很多人啊 他对这个认为这个东西 本国的经济不行了 你如果说 是笨拙投资的目的 你去抄底 他会有什么不好吗 这个东西 当然我不想给大家 动一动地讨论 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 但是正是因为 他的货币贬值了 他的物件 也没有出现太多的大伤 对吧 你看土耳其 我的朋友之前去土耳其 再去塞尔维亚 他更加喜欢土耳其 因为土耳其贬值了 这种那种菜啊 那种水果 跟不要钱似的 对于他来说 因为他有一点钱啊 但是没贬值之前 那个物价是要高的 对吧 虽然说有俄罗斯 和乌克兰的关系在里面 我感觉我的判断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我先去那里看一看 如果说翻线 那也符合我找对象 反正签证 我现在也下来了 我也是特别感谢上天 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 让我踏入阿根廷的签证 因为阿根廷的签证 对于一个白本 没有去过 没有深根 没有美签 没有发达国家签证 是很难很难牵挡 我的运气太好 这一路下来 斩计杀敌 毫无障 虽然说累的 我明天还有最后一关 就是坐大巴车 用这大巴车 太辛苦了 我也看到盘山路了 也是要过死亡公路的 这个大巴车 一旦要翻过去 今天我跟中国的朋友 跟他在沟通 他姐姐的 他老婆的一个 波雷维亚的姐姐的一个妹夫 就在那边公路死了 车翻下去 你是没有死亡 我之前的视频已经有拍了 太恐怖了 我从前面经验走过去 我都不愿意做这件事 因为到了我们这个岁数 上有老下有小 中间还得想办法去找老婆 你要说万一 这处在啥事 死得多约约 是不是 你好歹 结果会再死 是不是 这话就不多说了 反正 我已经用阿克廷签证了 我到那里之后呢 我先到那里看 因为整个阿克廷 它是一个白人的国家 第二个 它有平原区域 它大部分呢 不处在一个高原 它只有靠近 波雷维亚的这个区域 靠近那个 密罗 那个 智力那方面的一块 可能海拔才会高一些 像我是不能说 说话 收到高海拔的这个气候 生活的 那么我就去它的平原 里面 它的首都 还有其他旁边的一些小城市 如果说发现 波雷维亚现在真的不适合 我再另夺不算 这是我目前的想法 OK 就先这样吧